海外游子 三五知己 细品人生见闻 畅聊潮流心知 老树邀您一起 自驾穿行 分享美食美景 共同记录这闪亮的日子 说到奔驰S这个车呀 其实它最骚包又没有什么用处的功能 就是这个车的氛围灯 这个车的氛围灯最适合的就是 晚上带一个妹子出来 然后让她坐在前排的副驾桌上 打开各种氛围灯 个人比较喜欢的是紫色的氛围灯 环境灯非常的神秘 非常的科技 或者鲜红色的氛围灯也可以 这个氛围灯之外呢 晚上的夜视功能 也是我觉得这个车比较fancy的一个功能 通过夜视功能呢 它可以让我们看到 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一些路边的行人和小动物 夜视功能在国内的城市道路上可能用不上 但是在我们加拿大这种大农村的地方 晚上很多路段是没有路灯的 很多路段是有小动物或者甚至大的动物 比如说路会出现在路的马路的旁边 或者会出现在路上 有了这个夜视功能以后 它会主动的亮起来 并且用红色的方框标记出路边的人或者是动物 它是一个红外感应的功能 能够在很远的地方就识别到有散发热量的任何的动物或者人 这个功能不错 晚上我用的比较多的功能呢 还有就是自动远光灯功能 但这个功能现在很普遍了 非常多的车都有这种自动打工功能 比如说遇到对面来车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把远光灯降为近光灯 等到对面来车过去以后 它有自动的调回远光灯 这个功能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说到奔驰这个车呢 我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晚上开 打起氛围灯放好音乐 然后一边慢慢的学航慢慢的开 实在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 如果你晚上呢有带妹子出来 你让妹子坐在副驾座上 然后呢你打开氛围灯 选用蓝色的灯 你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强的科技感的感觉 如果你想要浪漫一点 调成红色的灯 那么就非常的浪漫 再配上好的音乐 如果将来大家有机会 再来一辆家常版的奔驰 后面放上冰箱 放上香槟的杯子 开上一瓶香槟 倒上两杯或者倒上两杯红酒 再晚上开车出去 开到山顶 看看星星 看看月亮 应该说是无比浪漫的事情 应该什么妹子都搞定了 哎 你看 看到没有 那里有人你看不见 你现在拍那边没有人 哎 这人走开了 就是你看这边那有人 现在过来了 它就是它的红外会先与你看到这个人 所以当晚上有人和小动物的时候 它会特别的有用 那前面来人了 这样我们拍一下 就是这个自适应的远光灯啊什么的 那树里边有人 我们看不见 但是那里边有个人 所以它这个红外就可以帮你识别出来 所以我们人身体散发出的热量可以在这么远的距离被这个车给识别出来 那左边有个人 看到吗 看不到 在那儿吗 对 但他已经刚才已经识别到了 而且从这里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比外面看得更清楚 所以他穿了个黑的 那他现在那很明显了 看这个 那就是提出什么车 我一脸 自己转还能看到这个人 那这时候很明显 这里有一个人 嗯 这就是我说 它是这么严重的 现在我们过了 他能走到我的视线范围里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人现在在我们 那边就很明显了 对 我可以看看 哦 左边有两个人 看那里有两个人 我甚至能看到 但是我们在右眼看不到 是前面那两个人被拍到了 哦 有一个人在过满路 你看 那里有一个人 右边还有一个人 那里有一个人 这里有一个人 在跑步 有一个人 在跑步 在跑步 这边的要选择 在跑步 在跑步 就在跑步 上路 上路 可以 就在跑步 在跑步 一边 上路 在跑步 一边 就是 就在跑步 了 小路